观光局东莞处今年举办了东部海岸部落永续观光培力还有示范计划 以及东海岸艺术生活平台串联计划 由花林县生态文化休闲创业产业永续发展协会 向东莞处申请在水莲部落修缮旧粮仓 更透过艺术家的诠释把部落千以史生动地呈现在壁画上 让大家知道在水莲多了一个艺术新亮点 交通部观光局东部海岸国家宏景区管理处 今年举办东部海岸部落永续观光培力及示范计划 还有东海岸艺术生活平台串联计划 协助社区打造艺术文化观光旅游新亮点 是东莞处已经培育非常多年的一个重点的部落发展的计划 因为水莲部落一直跟我们合作非常的多年 然后呢现在年轻人都回乡 所以他们发现要把他们部落的故事如何的方式 让游客知道所以因为部落它是没有文字的 他们都是用口述的方式在一代一代传承下来 所以呢他们就在我们今年的部落培训计划里面 把这个idea提出来给我们 那我们发现这个idea太好了 所以他们就去跟农养署把这个骨仓给租下来 然后利用这个旧骨仓去改造成他们的部落的传说馆 然后我们就东莞处移住经费 然后给他们做人力的培训 然后由部落的年轻人自己组合 然后在这边就可以做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甚至半日游一日游的套装游程 只要你愿意来部落走一趟 进到这个水莲传说馆 你就会发现水莲的部落真的很有历史意义 为在水莲地区的花莲县生态文化休闲创业产业永续发展协会 今年参加了东莞处的计划申选 利用陈珠国产署的废弃粮仓进行空间改造再利用 由部落工匠进行改造 也邀请艺术家简寅如和欧洲夫妻来驻村 在粮仓里面进行了祖先流传下来的话语创作 而如今这个旧粮仓转身成为一处水莲生活博物馆 也成为游客到访东海岸的重要景点之一 借由水莲部落为旅行还有部落导览游城 让更多游客可以认识水莲部落 更希望可以创造商机 让旅外年轻人愿意回到部落来发展